大家好 今天我们雕刻一个伊弗林的头像 然后先打开一个JB自带的素体 我们先调整一下它的物观 把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微调整一下 然后人中加深一点 把鼻子拉高一点 鼻梁做的稍微挺一些 把唇线刻画一下 增加一些上眼皮的肉感 把双眼皮稍微刻的深一点 把眉弓这个地方稍微强化一下 下巴便做的接一点 好 我们把这个太阳穴这个捏线 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我们可以先把结构做的 比较明显一些 然后后期再去调整它 一些比较接近原画的一些感觉 好 这个角色内眼角现在看比较明显 是比原画要开的过于大了 我们把内眼角 变小一点 这个地方 像一下 osot 这个地方 这里咬肌这个地方我们做的稍微弱化一点 然后把他的脸的体块结构 然后先给他表现出来 一些大的转折 把鼻翼连接的地方给强化一点 然后人中 法令纹这个位置作为女性可以稍微弱化一些 然后现在这个嘴我们调小一点看看效果 把眼镜再放大一点 下颌骨这个位置 我们多少做的稍微柔和一些 但是这个依附林这个角色看起来 这个圆画是比较有一种比较稍微硬朗一点的感觉 和美型角色还是有一些差别 就是在一些转角的位置可以做的稍微硬一些 把眉弓这个形状再接近一下圆化 我们看他的涮眼皮的形状 然后这个圆画里 他这个涮眼皮是有一个在这位置会会有一个弧形比较宽 然后把这个结构调出来 把嘴角这个位置我们处理一下 现在 把人体上有的一些结构把一些肌肉什么的 在这个阶段可以先把它做出来 做的稍微明显一点 我们把圆骨这个位置稍微硬化一点 做一点偏向于风格化的感觉 把转折做的再明显一些 调整一下下颗下颗骨的形状 好 BJR的位置我们做的稍微精致一些 先大体的把BJR位置的一些转折关系做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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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同样是这个头部的结构 然后把嘴上面和下面做一个制造 然后进行分组 然后便于我们分别对上嘴唇和下嘴唇进行雕刻 我们把嘴缩小一点 然后再整理一下嘴唇的形状 我把人重再处理一下 我们单独显示上半部分 然后把上嘴唇的结构进行一些优化和进步雕刻 然后再单独凑理一下下嘴唇部分 尤其是嘴角这个位置 我们把他稍微这种有一点哮唇 就是嘴角有点哮唇 这个感觉一会给他做出来 稍微往上抬起一点 稍微往上抬起一点 我们把嘴角这个位置再处理一下 在嘴角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折 我们把它处理出来 下嘴角这两个嘴唇 下嘴唇中间就两个纯珠 这里我们先压到压大一点 我把存线刻画一下 这个地方由amen 使用 Oxid 划唇中间就 mouse 中间就五追踪线 中间用 down 以前用不让打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再稍微强化一下 这个嘴唇下面这两个肌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把嘴周围的一些结构 叼得尽量饱满一些 法令纹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弱化一下 然后再稍微强化一下 再稍微强一下眼角位置 然后再稍微强化一下 我们把眉弓这个位置往下降一降 调整一下 鼻子的形状 我们把鼻头稍微往下降一点 然后从正面看有点太往上翘了 好 把不光滑的地方 我们把眼球做出来 匹配上去 我先大概调整一下眼球 眼睛可以适当地 把外眼角往外拉一拉 适当地放大一点 我给一个材质 好 我们开始给这个角色 制作一个 制作一个头发 然后先用一个球体Dynamesh 然后去快速的搭建出头发的大型 好 因为我们这个雕像是一个快速练习 就是头发也只需要做出一些大的造型 然后还有一些大的触感就可以 所以这个炸起来 炸起来的原因 一切的 把手 吃过来 好 烤 太好了 雪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 我 上一个颜色 用这个笔刷快速的突出一些大的发速的感觉 前面也同样雕刻一下 我们把头发上两个打卷的结构做出来 墨厚的距离 切割 一录像 可以多找一些 您所做的发型的真实的参考图 然后去参考一下发型的一些大概的形状 简单上个颜色 然后去参考一下 眼白的部分太白了 我们给它稍微颜色做深一点 在周围加一些暗红色来摸你一些血丝的感觉 然后最后再给眼睛画一个阴影 上眼皮的投影 不是很明显 然后再加一点血 然后再加一点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整头发的大削 这里我们最好是找一些比较真实的头发的参考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这批作品 看一下他这个头发到底是怎么扎成这个形状的 感谢观看 调整一下头发侧面的大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把刘海尔这个位置的形状再明确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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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强化一下侧脸 脸颊这个地方的位置 就是这种骨感 毕竟这个圆画稍微有一些风格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夸张 我们把6号末端的位置稍微往下压一压 更符合真实头发的一种感觉 形状接近一下设定 这里额头部分稍微有一些高 我们稍微往下调整一点 下面我们把眼线部分 睫毛的地方做出来 把睫毛处理得更更更正一点 一会儿 给它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再把睫毛做得长一些 眼角的位置修补一下 把眼睫毛末端 调整 把眼睫毛末端 要注意眼睫毛轮廓 把睫毛调整 让它长一些 把睫毛轮廓 按钫毛轮廓 按钫毛轮廓 把睫毛轮廓 脱车出来之后 让我们对这个模型做一些修复 我们继续把这个角色的衣服的大型做出来 先把需要做衣服的地方画上遮罩 然后在这笔里进行一个挤出 解除厚度为0 然后我们接受之后 膨胀一下 把多余的东西删掉 这应该是刚才选睫毛的时候 遮罩没有去除 然后给这个衣服增加厚度 然后给这个衣服增加厚度 膨胀一下 然后再增加厚度 先调整一下形状 先到这边 50分钟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衣服做一个dynamesh 这样便于我们去调节 更方便去调节 简单的把衣服的开口的线绘制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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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 好 好 好 调整一下领子部分的形状 调整一下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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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领子地方画上这罩 然后把领子挤出来 选择挤出 给个厚度 结束 把多余的部分删掉 大概给衣服上一个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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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把角色的项链做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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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一个材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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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脸色的结构强化一下 脖子根部 变载一点 收骨 收骨加深一些 强化一下收骨结构 收骨加深一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这次模型我们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然后将在下个视频继续对这个模型进行雕刻